今天正道的经文取之《生命纪》第八章 请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 第一节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 人数增加 并且可以进去得着耶华 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华 你的神这四十年 在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唯要使你受苦 要失恋你 要知道你心里怎样 看看你肯守他的劫命不可 他使你受苦 任你饥饿 把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马拿 吃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更要靠耶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来 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起来 因此你心里要明白 耶华 你的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 所以你要谨守耶华 你的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路 敬畏他 因为耶华 你的神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 那地有河流 有泉 有圆 水从雇中和山上流出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那地有甘蓝树 油和米 你在那地必不缺乏食物 在那里你必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就是铁 从那里的山上 你可以挖出铜来 你吃饱了 就要称颂耶华 你的神 因为他把那美地 吃了给你 十一节 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耶华 你的神 不属他的诫命 典章 绿绿 就是我今次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饱了 建造美好的房屋 居住 你的牛羊家多 你的金银增添 你所有的一切 都增加了 那时你心满气傲 忘记了耶华 你的神 就是把你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 领出来的那一位 他引导你走过 那大而可畏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有蝎子 有干旱 无水之地 他曾经为你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他在旷野 把你的列祖 不认识的玛拿 吃给你吃 是要使你受苦 要失恋你 使你终究得到福了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财富是我的力量 是我守的能力 使我得着的 你要纪念耶华 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他赐给你的 为要坚定 他向你的列祖启示 所立的耶 像今天一样 如果将来 你真的忘记了耶华 你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 耶华从你们面前 怎样使万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耶华 你们神的话 圣经就读到此 愿上帝祝福 聆听而遵行他话语的人 好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感恩我们可以 在这个早上 一起在这里 一起的敬拜 也一起的来聆听神的话 好 让我们先做一个 开始的祷告 天父此时此刻 我们打开你的话语 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 让我们能够专心地来听 不单是听 主让我们也能够行出来 你帮助我们 圣灵在我们当中 成为我们的老师 来引导教导我们 我们摆下时间 恭敬仰望交托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再过一个星期 就是农历新年了 我们是要送走虎年 然后我们要迎接 突年 这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刻 在这一段时间 我相信大家都在忙 对不对 我们忙着要买新衣 买新鞋 我们要半年货 我们要大扫除 然后我们要预备团圆饭 我们在计划 到底要吃什么 要到哪里吃 当然我们还要预备 很多很多的红包 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我们很多东西要预备 那除了这一些 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还可以如何地预备自己 来迎接这新的一年呢 我们可以如何更有意义地 来迎接新的一年 这是我今天早上 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其实是摩西 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在 跨越漂流的日子 即将结束了 他们已经来到了越旦河东 过了越旦河 他们就会将进入 那一个迦南美地 摆在他们前面 是掌心的一个旅程 他们同样的 也是一样的来到的 这个新旧交接的时刻 摩西不能够跟他们一起 进到迦南地 面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面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摩西他有很多很多的话 要对他们说 他的心很重 他很多话要对他们说 很多话要交代他们 而第八章 跟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就是摩西所说的话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想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 我们可以如何更有意义的 来迎接这新的一年 我们如何迎接新的一年呢 那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这四十年 在跨越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我们要回想 迎接新的一年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 花一点时间 去回想过去一年 所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城市的生活 我们都在忙 我们都在忙碌的中过日子 生活不断地吹住我们 要往前看 却没有留下任何的空间 给我们好好的去回顾过去 回顾我们所经历的 回顾我们所领受的祝福 也许有人说 过去的日子不堪回首 回想过去只会带来 很多很多的伤感 可是这里的回想 弟兄弟妹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你注意一下 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这四十年来 在跨越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那这里的回想 他的计较是在神 而不是在我们自己 那我们若是计较在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只会看到自己的失败 自己的软弱 我们不幸的遭遇等等 我们越想之只会越伤感 我们计较的应该是在神 我们计较于神是谁 这位神他曾经他做过什么 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人 你要回想 回想什么呢 回想神的供应 回想神的供应 在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来 他使你受苦 认你饥饿 把你和你的列祖 不认识你的玛拿赐给你吃 但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饥饿的时候 神就吃下了玛拿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在旷野这四十年来 生活一切的供应 都是神所吃的 神没有让他们 在旷野自生自灭 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 神吃下玛拿 当他们没有肉吃的时候 神吃下鸳鸟鸟 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 神击打盘石 让水流出来 不单如此 在第四节怎么说 这四十年来 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起来 脚为什么没有肿起来呢 因为鞋子也没有破 最后你们想想看 若是每一天穿着同样的衣服 同样的鞋子 我相信鞋子衣服 很快就破旧了 四十年 四十年怎么可能 衣服鞋子没有破呢 这是怎么可能呢 但是这却是 以色列人非常真实的经历 很明显的 这就是上帝的作为 而且圣经是如何形容 那一个宽野呢 这边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来 他引导你走过那大而可畏的宽野 那里有火蛇 有蝎子 有干旱 无水之地 大而可畏 和赫本翻译为 大而可怕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很可怕的宽野 而以色列人 他们四十年 他们能够走过 他们没有缺乏 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们的每一步 上帝都在看顾 上帝都在保守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也是如此的 迎接新的一年 其实当我们回想 过去的一年的时候 我深信 我们会看见 上帝其实是如何供应我们的 与其过去的一年 我们是走在旷野 我们过去的一年 日子很不容易 很艰难 但是弟兄姐妹 能够走到今天 岂不都是因为上帝 在保守 在看顾着我们吗 我在新加坡神学院 上课的时候 去读神学的时候 我就认识一位 来自韩国的一个同学 认识他 他是在中国武汉 当宣教师的 他是趁着安息年的时候 来到新省 他带了太太 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来新省修读一些课程 因为我也曾经到过武汉 短宣过 所以就跟他有一些 共同的话题 就偶尔会常常找他 聊聊 那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问他 可能那时候 我也一直在预备 我自己 出来全世界服事 所以我就问他 你带着一家大小 到中国宣教 你的经济上 还可以吗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说很多时候是觉得很不够 但是之后每次回头看的时候 却发现上帝的恩典 都是够用的 其实那一次他 他说得很平平淡淡 但是其实一直在激励着我 一直到今天 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 蛮有怜悯的神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让我们回想过去 以致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如何的供应我们 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对上帝充满着感恩 我觉得不单是感恩 我们对未来 对新的一年 我们也有把握 我们可以充满着信心 去面对新的一年 过去的日子 神如何的眷顾我们 我相信前面的日子 神也依然的看顾 我想回想 不单是看见神的供应 我们也会看见神的磨练 过去的一年 也许我们会有失败 我们生活中有软弱 也许是很困难重重 弟兄姐妹 这都是神要磨练我们 第二节怎么说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这四十年 在跨越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为要使你受苦 要失恋你 要知道你心里怎么样 看看你肯守祂的诫命 不肯 那在宽以漂流 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 但是很奇妙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 往往在管教当中 祂要赐福给我们 在苦难当中 祂能够赐下恩典 祂能够化咒诅为祝福 这是我们的神 所以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来 因此你心里要明白 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祂的儿子一样 我们的神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 祂的管教是出于祂的爱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第十六节我们也一起来读 一二来 是要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 使你终究得到福乐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终究得到福乐 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神的管教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 是在惩罚 神的管教乃是一种的教导 是一种的磨念 要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能够成长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经历 都是神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先讲看 也许神要我们学习谦卑 神可能要我学习忍耐 神要我学习顺服 神要我学习饶恕 神要我学习放下 神要我看见 我自己是多么缺乏祷告的 神要我看见 我自己是多么的依靠 在不断地依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在依靠上帝 而只有经过磨念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有深度 只有经过磨念 我们才能够更坚定地来跟随我们的主 所以弟兄姐妹 过去也许有失败 有软弱 有跌倒 有犯错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重点 而重点是 我们到底我们从中学习了 什么样的功课 潘霍华 他是一位德国很有名的一位神学家 他年轻有为 他在21岁的时候 他就获得这个神学博士 他24岁就成为 这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那在二藏期间 他因为加入了这个反抗 希特勒 这个纳粹党的这一个运动 结果他就被关进了监狱里面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在监狱里面他写道 虽然我极度渴望出狱 但绝不相信在这里的任何一天是浪费的 我肯定能从这事得到好处 我们都会因经历这样的事 而更加坚强 我肯定能从这事得到好处 过去一年 虽然不容易 上帝的磨念不容易 但是都是叫我们终究得到福了 盼望新的一年 真的让我们有机会好好地回想 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供应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磨念 然后我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 我们存着信心 我们存着盼望 我们面对前面的日子 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要回想第二方面 我们不要忘记神 我们人往往在苦境当中 我们会更亲近神 但是当我们在顺境 在安逸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神 所以摩西他提醒以色列百姓说 神要把这个迦南美地 这样一个肥沃的土地赐给你 他说你吃饱了 建造美好的房路居住 你的牛羊家多 你的金银增添 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 但是不要忘记神 所以在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二来 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第十四节 那时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 第十九节一起来 如果你将来 你真的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 你发现一直重复出现的 那个词就是忘记 忘记忘记 这个词常常出现在生命纪里面 所以生命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不可忘记 我们要如何在顺境当中 不忘记我们的神呢 我想首先 我们要把神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我们要把神摆在正确的一个位置 所以诗人说什么 诗人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把我们的神摆在哪里 因为牧者这么说 其实忘记并不是失去记忆 而是不把神放在心中 忘记不是失去记忆 而是不把神放在心中 我们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的心中 那一个是最重要的位置 神应该是在我们生命的守卫 神应该是在我们生命的中心 而很多时候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太多东西 太多东西占据了我们 占据了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把上帝挤到一个角落去了 太多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甚至也把上帝给挤出去了 所以今天我想说 若是神在我们当中的话 我想其中有一个 他很想问我们的问题是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也是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他问彼得的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这是诗人所写的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水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倦念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都能够认定 神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常觉得 除了上帝 除了你以外 我还需要一些东西 我还需要这个 除了你以外 我还坚持着某一些东西 我还想要那一个 因为我们认为 我有了这个 我有了那个 我才会幸福 所以我们不断地去追求 我们不断地去寻找 寻找我们认为的那一个福分 认为的那一个幸福 去年圣诞节 在圣诞节去年 我们的家收到一份的礼物 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好像在NTUC没有看过 它其实是一个音乐盒 它是一个盖 上面一个盖 它里面那个一个桶 装的饼干的 它是一个盖 打开那个盖 它其实是会旋转 然后它有音乐 然后又有灯光照出来 它旋转 就有一个图案在旋转 很不错的 我的女儿 她拿到这一份礼物 她就在教会 就拿着这份礼物 玩玩玩玩 到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因为她打开 打开那个盖 所以她到处玩 她就到处找那个盖 上面的那个盖 那盖到底在哪里 那盖不见了 怎么办 到底在哪里 结果被一位姐妹找到了 你知道在哪里吗 这是后来拍的 在哪里 在她头上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 一直在不断地在找 一直在追求 去找我们所认为的福 找我们所认为的 那个幸福 那个福气 我们不断地去寻找 去追求 其实不需要找 就在那里 就在上帝那里 所以世人说 神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是一个永远的福分 不是短暂的 世人也甚至说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不需要在你以外 去找好处了 我一切的福 一切的好处 都在你那里 所以世人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所得的业份 你亲自为我持守 近了一年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就认定 神是我的福分 神是我的产月 让祂成为我生命的核心 让祂成为我生命的焦点 让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居所谓 我想不要忘记神 除了我们要把神 摆在正确的位置 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祂的诫命 点章 绿列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遵守神的诫命 会难吗 其实遵守神的诫命 就是神要我去行的 我就去行 神要我如何去对待 我的家人 对待我的妻子 对待我的丈夫 对待我的孩子 我就照着这样去做 神要我如何去对待 我周围的人 对待我的弟兄姐妹 对待我的灵机 我的同事 我就这样去做 而在另外一方面 神不要我去做的 神不要我去碰的 神不要我去看的 神不要我去做的 我就不要去做 那遵守不遵守 其实它的关键在哪里呢 它的关键其实就在于 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神 那我们不愿意顺服 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 看不到 它的价值 和看不到它的宝贵 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眼睛 被蒙蔽了 我们的属灵眼睛 看不清了 我们看不清神话语的宝贵 祂的诫命的宝贵 祂的价值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神的命令 圣经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要教训我 就是要限制我 就是让我失去自由而已 不是的 神的命令 神的话语 其实是要保护我们 是要祝福我们的 因为当我们不去遵守的话 其实那个后果是严重的 那在1976年的时候 有一架飞机 从以色列是要飞往法国的 这个飞机被骑解了 结果飞到乌干达的一个机场 那就在那个机场的时候 那个非犹太人的乘客 那个飞机上的那些 非犹太人的乘客 他们都被释放了 飞机上的乘客 只剩下犹太人 所以以色列的突击队 他们就封命 他们要来到这个机场 要来解救这个飞机上 一共有103名的人子 整个机场被封锁 那这一个突击队 他们很快的 很迅速的就冲入了 这一个机场 然后他们口里面 他们就用西伯来话说 趴下 趴下 那听得懂 这个西伯来话的 这些犹太人 他们就立刻地趴下 因为奇捷 这个飞机的不是犹太人 他们听不懂 这个西伯来话 他们都站立着 结果就被枪给射死了 可是103名 这个人子当中 只有一百人是获救的 而有三位却死了 这三位 他们听到西伯来话说 趴下 趴下的时候 他们没有照着做 因为没有照着做 给他们带来可怕的后果 而我们不听从 不听从神的诫命的时候 弟兄姐妹 其实也是带来 很严重的属灵的后果 神的诫命 神的话 祂是要保护我们 神的诫命 神的话 是要祝福我们 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神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 在神的话语上 好好的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被更新 我们的生命 可以得到改变 新的一年 我们要如何迎接呢 盼望我们可以 有一段时间 好好地回想 我们回想过去的日子 上帝是如何地 供应我们的需要的 一直前面的日子 我们可以有把握 神要继续地看顾我们 神要继续地引领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 过去的一年 神是如何地磨念我们 神磨念我们 是要叫我们学习功课 是要叫我们可以成长 而迎接新的一年 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向神立志 我不要忘记神 我不要把神给忘记了 我要把它摆在正确的位置上 我要把它放在我的心中 成为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的生命里面 举手为掌完全 它是我永远的福分 我要认定祂 祂就是我的福分 我的产业 而我不要忘记这位神 我要遵守祂的诫命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 那我们低头的时候 我们花一段时间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过去 我们的神 祂如何地供应我们 让我们看见过去 神如何地来磨练我们 也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们紧紧地要记得我们的上帝 不要忘记我们的神 我们在神念前立志 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调整自己 让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举手为掌完全 让祂来引导我们的人生 引导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让我们认定祂就是我的福分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让我认定祂的话 是我要遵从的 我这一生 我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都要遵从神的话 因为祂要使我终究得福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安静自己 为自己祷告 上帝你知道我们的心 你听见我们 对你的祷告 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过去 你是如何地眷顾我们 你是如何地供应我们 你的恩典是满满的 你的恩典是够用的 你没有撇弃我们 能够来到今天 都是罪魅主 你自己的保守 你的看顾 我们过去 我们可能会经过困难 经过艰难 过去的日子不容易 但是主 都是你给我们的磨念 我们要在从中 我们学习功课 我们从中 我们能够成长 我们长大成熟 主 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 主 你也帮助我们 面对前面的日子 我们不忘记你 是的 主 求你 叫我们不忘记你 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你棘手为掌完全 让我们认定 你真的就是我们的主 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你是我们的福分 是我们的产业 主 让我们愿意顺服你 知道你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 知道你是要我们 得到你要给我们的福分 以致我们可以 愿意顺服地去遵守 你的诫命 顺服你的话语 恩待我们 恩待张与波达尼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的 主 你赐福给我们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好好的为你而活 在这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能够大大的被你使用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 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